2021年的8月初 突然塔利班包围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 然后8月30号美国完全的撤出阿富汗 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当然撤出了一些难民 但是也没有完全撤出 那个时候阿富汗只有一家音乐学院 这家音乐学院的创办人呢 校长正好人在澳洲 他透过各种的管道联络各种不同的音乐家 希望能够协助这个阿富汗音乐学院的这一群人 可以离开阿富汗 因为他太了解塔利班政权 不会容许音乐学院继续存在 其中身处元首最重要的 就是著名的华裔美国音乐家马尤勇 他们出资很多钱 用尽各种不同的方法 先把这些音乐学院的学生转到了卡达 再透过卡达最后找找 落脚在非常美丽的葡萄牙的古城 布拉加在那里重新建立了校园 虽然在所有的悲剧当中 我们还是看到了美丽的花朵 坐在国际舞台上演奏 是所有音乐人的梦想和目标 但对这些阿富汗年轻人来说 这个梦想更难达到 因为两年多前的风云变色 几乎夺走了他们对未来的所有希望 2021年8月 美国撤军阿富汗后 塔利班重新掌权 不想活在极权统治下的阿富汗人 仓皇逃离 而阿富汗唯一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 桑马斯特知道 塔利班不可能允许他的学校 继续存在 所有学音乐的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 势必得放弃他们最爱的音符 我通常问他们 为什么塔利班禁止音乐 是否是一个宗教 我说 伊斯拉里没有对音乐 恐怕音乐可以寄出 非常重要的信息 到阿富汗里的地方 然后音乐可以帮助 阿富汗里的国际 与塔利班的国际招待 塔利班 他们很清楚 音乐的力量 因为他们使用音乐 他们有自己的歌词 在他们的歌词审计划 审计划 在他们的歌词审计划 桑马斯特现在能在葡萄牙 安心地看着学生们练习 其实是经历过一场 惊心动魄的历程 塔利班重新掌权时 人在澳洲的他 立刻联络所有人脉 要把全部学生救出来 一个都不能少 而当时这位全球知名的音乐家 立刻伸出援手 这位 races axle统 干什么 我听不信 在马悠悠和美国外交官的奔走下 卡达政府先后派出 出四架专机 成功帮助270名阿富汗音乐学院学生 离开喀布尔 停留卡达一个月后 师生全员前往葡萄牙古城布拉加 重新建立校园和家园 在新家园安稳落脚后 这支阿富汗青年乐团 特地和恩人马友友合奏演出 感谢所有人的帮助 台上和马友友合作的乐章结束 《流亡葡萄牙》的人生旋律 才刚要开始 帮助学生离开阿富汗 校长桑马斯特 已经成功过一次 他现在要帮助的对象 是还留在阿富汗的学生家人 葡萄牙政府 已同意桑马斯特的请求 即将有约300名学生家属 前来布拉加和子女团聚 至于桑马斯特自己的梦想 他希望这支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 能尽可能地在欧洲巡回演出 让世人知道阿富汗人不会放弃 阿富汗的文化不会被塔利班终结 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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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机会所在不能够 明镜与点点栏目